我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日本动画和游戏 展大之后呢 为了一直以来兴趣变成工作 变成自己生活一部分 我进入了加拿大大学专攻游戏开发专业 毕业之后呢 崇敬成为一名专业的CG动画师的我 会拖宽自己眼界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 我更是选择来到日本 这个孕育众多耳熟能详明作的国家 作为一个留学生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其实在日本的留学生活 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 而不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或者是刀听途说 了解到这个国家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 同时通过在日本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交朋友 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也确实对我自己至今为止人生 产生各种各样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主要的是 作为一个特别喜欢日本动画的阿宅来说 可以在第一时间入手自己想要的周边 在最近的距离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 感受那种氛围 可能是对我来说来日本留学最大收获之一吧 我选择进入日本电子专门学校理由 概括来说一共有两点 第一点是日本电子专门学校的计算机图形专业 不仅拥有齐全的高端开发设备 并支持运行种类繁多的开发软件 更是为学生们提供了极其专业的课程内容安排 和达到业界标准的舒适开发环境 第二点是 学校为学科配备的指导老师 都是曾经或是现在 依然在行业第一线工作开发者们 在一个日新月异的CG行业中 无论是自己作品需要反馈盯正的时候 还是找工作需要帮助的时候 这些老师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 最快速与业界接轨 并获取最新情报的便利途径 我觉得留学最重要的是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不要忘掉自己初心是什么 不要忘掉自己起跑点在哪里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 会让你很烦躁很不适应的事 也会有很多时候会感到寂寞与无助 但是只要你还记着 我们是为了什么选择这条道路 来到这里 那其实很多困难的就发现 其实都只是你达到目的那些 不得不去面对事情罢了 当然了 也会有很多人觉得 保时初心确实很困难 但其实无论是语言的不同 还是文化上差异 只要怀着勇气 迈出那个叫相互理解第一步的话 很多事实际上 交流上的问题都会迎人而进 最重要的是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倾诉 和你周围的朋友 一起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共同努力走下去的话 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幸福 祝愿大家务必在这里 度过一段难以忘怀的 没有遗憾的留学生活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